嗯 好 嗯 看这个写 嗯 这个都挺正常吧 嗯 上面这个还是挺大的 也可以走走吧 走一个也行 嗯 不走也有道理 因为 那四个字 感觉走一个也挺大的 被他逼住的话还是挺大的 嗯 嗯 再就是 可以考虑这样走也行 这个就安全挺多 不过如果还是不走 他还是有 有这个逼住 嗯 赫西都不走 嗯 发展下边 嗯 但是比较奇怪了 就是 赫西这两块和这个下边的阵势没有配合 所以感觉这个阵势有点突然似的 没有呼应 嗯 嗯 然后这个 这有个争子的问题 嗯 嗯 这如果能断黑鸡就很难下了 所以他如果这有个子的话 这一拔就挺厉害的 嗯 嗯 嗯 所以这是黑鸡一种是把上面补了 把鸡跳 然后可能就转换了 嗯 可能这样转换了 这样是一种可能 嗯 如果可以跟着硬 那 这个局部可能黑鸡就要七子了 可能要七子了吧 这木树 白鸡收获非常大 嗯 当然白鸡这个交换肯定木树挺亏的 嗯 实战走这个和边上上边都没有关系 那白鸡肯定是断这个的 嗯 黑鸡跳这个 嗯 跳的话是断不了 断黑鸡吃白鸡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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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还是陈南下的 这个不能被挡挡人先手 嗯 那这个白鸡把中间围起来了 这个首先是空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黑鸡 然后黑鸡暂时来说收获还很小 得到了一个角他和白鸡下边这个空没法比 那黑鸡必须在上边想办法那上边也不能拿白鸡怎么样 实战形成一个转换 嗯 上边当然黑鸡挺大收获但白鸡左边这个收获也是够巨大的了 感觉上还是白鸡还不错吧 嗯 然后就是这下边白鸡是有毛病的将来这有靠出来什么的 但白鸡暂时能这个能躲过去暂时马上马上走的话 也不一定能把白鸡怎么样 嗯 嗯 嗯 白鸡逃跑这个 黑鸡把这两个连回去了 然后白鸡走这个黑鸡就退回去了 这个倒挺老实的啊 呃 这个挺想搬一个的 呃 如果扭断 这么走那黑鸡比实战那好一些吧 这个黑鸡比实战那个好啊 是吧 呃 那这个白鸡可局部来说 嗯 走的非常非常厚 局部感觉已经占到一些便宜了 嗯 已经成后式了 嗯 这样黑鸡上角那几个字就有点薄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我看走一步也行吧 比如说并一个 然后再考虑走这边 然后再考虑走这边 这样走感觉可以吧 将来有有这个图过是吧 呃 也破坏白鸡眼形 这样白鸡没那么厚 将来 如果这边有籽 说不定还冲击冲击他呢 是吧 嗯 实战这个我感觉黑鸡有亏了 呃 这样白鸡太厚了 而且时空也围了石木齐了 时空这个也便宜了 这时候吃这个 吃这个 呃 感觉暂时并不是特别重要 嗯 但目数还是有的 然后白鸭一个把这起走后 让镇住黑系 嗯 这个 正常来说黑鸡大概是要跟着走一手 嗯 但白鸡这道戏其实稳健的话飞一个也行 这样变化比较少 本身挺大的 然后也接应这个字 嗯 或许白鸡先从这边走比较安全一些吧 嗯 嗯 嗯 不管怎么走吧 从这边走可能 好走一些 嗯 嗯 这黑鸡毕竟没活 这肯定非常苦 实战 嗯 右边这个当然也挺大的 把这个字救出 嗯 然后黑鸡再压一个 这样白鸡左边空就 缩小很多了 然后白鸡点黑鸡 角里边做演 嗯 这个可以正常感觉 那团一个 嗯 嗯 嗯 这样呢 挺危险是吧 局部好像死了是吧 嗯 嗯 嗯 这如果需要往外边跑呢 就太难了 所以走上打鸡那这个 肯定挺难下的 那白鸡也没有鸡 所以暂时也不打 先走一个 如果黑鸡在这里和白鸡对杀的话 那白鸡肯定产生非常多的鸡 反正这样反正右下和上面能能杀掉一块 嗯 然后选择打鸡了 这打一个鸡为什么没提呢 嗯 这个应该先提一个 这个应该先提一个吧 这不浪费个解吗 是吧 嗯 白鸡肯定是没什么解他就 他就跟黑鸡这么蹭着走呗 就是黑鸡不提白鸡就提回来一下 就好黑鸡一个解 嗯 这个沾的 嗯 长也能考虑吧 或许 不知道怎么样 嗯 大概这样 也 也不是完全不能下 是吧 那这几个交换其实棒白鸡走后了 将来黑鸡这个子想出来就难了 是吧 就黑鸡这些招鸡的交换也是有些亏的 这个子已经 其实和后来那个都有关系 就是白鸡那多几个子 这个明显对这对沙是有帮助的 嗯 这黑鸡也没有敢办 反正 先不说成不成立 要是走成这样 那截肯定也赢不了了 是吧 嗯 所以黑鸡拐了一个 倒是挺厚的 如果提的话 白鸡不知道是会冲断还是会这个 长一个 黑鸡可能怕冲断吧 所以拐了一个 那白鸡这个交换还便宜了 至少实地上便宜了 这样接着打接着白鸡把空围住 因为这个时候 嗯 接着黑鸡提白鸡压一个 黑鸡实空也不够 黑鸡下边大概是 四十木鸡 左上 大概是 接近二十木 右上 十木 嗯 黑鸡七十木鸡 白鸡左边四十 右边三十 三十多 上边还有一些 所以这个肯定是白鸡实空领先的 所以黑鸡往这边走 但是黑鸡不管怎么走 其实都挺难下的 因为上下只要白鸡吃掉鱼块 白鸡吃鸡有优势 嗯这个铺稍稍有一点点 也不知道 反正如果右边将来出现这个 这个将来不一定出现什么情况 反正 可能那个铁会有用 不一定是吧 这家已经把黑鸡吃了 嗯 因为右边白鸡子太多了 那么黑鸡走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嗯如果铁白鸡这能搬出来 那黑鸡吃空还是肯定不够的 所以先挡住这个争取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赢这个鸡 他这个鸡如果这么赢 让白鸡冲下来 黑鸡碰肯定还是不够 嗯黑鸡肯定还得挡住 嗯这样可以接鸡 那就 真正只能这么下了 要不空也不够是吧 你就打呗 嗯 这个也没办法 就那只能这样走 是吧 嗯 那大概只能这么走吧 反正 肯定 都不好下 嗯但这样黑鸡空肯定 暂时不太够了 这不补的话将来有个急 黑鸡比较重 呃但白鸡不一定马上就敢来开这个 因为白鸡也没什么急着歧视 嗯这样就说关了 这个实际上肯定是白鸡要好一些 这个选择互相围的 如果白鸡往 这边走的话 呃 不知道怎么样 这样可能双喊就都围不上 呃实际上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黑鸡为黑鸡的白鸡为白鸡的 这个靠倒是挺精妙的 嗯 这一靠 脱险了 是吧 那么直接走行不行呢 呃比如说在小间在这呢 那之前损的太多了是吧 嗯 嗯在这说好大概是差不多吧 毕竟那个靠也是有点损的 嗯经过这个小关子这个肯定是 嗯白鸡要领先一些 嗯哪里啊 打那黑鸡 跳下去呢 嗯 嗯 那个跳比这俩大呀 是吧 这个白鸡转一圈 这拔没有用 黑鸡拔回来了 是吧 嗯 嗯 白鸡想走可能 这时候应该挤一个吧 嗯 那挤被黑鸡拐 拐没话应了 嗯 只能退还是亏的 嗯 后后后后边就不摆了 这盘棋胜负还是在前头的 一个嗯 最主要就是左边那个转换吧 是这个前半盘最 双方这个 嗯 比较激烈的一个地方 嗯 这个结果好坏 这个 一下看不出来啊 黑鸡收回不小 嗯 毕竟当初是白鸡的 嗯 角加上拆边 嗯 但之后这个好像不太行 让白鸡走太好了 如果破坏破坏白鸡眼线应该好一些 它有可能会糊一个 要不上面拖挺大的 那这样即使可以再补就比实战也好很多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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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前面这呢 白鸡选择器那个 呃 这个时候 白鸡或许拆一个可能更好吧 那三个可能不要了 会 会简单很多 嗯 这边都有先手 白鸡其实这样就厚很多了 白鸡或许应该这样走 嗯 这样走比较简单 嗯 毕竟那仨木数来说挺小的 嗯 被白鸡靠在这基本就疼多了 但黑鸡还感觉还是应该搬一个 嗯 这样让白鸡上面 走的太厚了 成厚式了 嗯 这个时候这不知道能不能贴出来了 看贴挺厉害的吧 这个 可以考虑贴一个是吧 如果吃你跳出来 这个也蛮大的 嗯 这是白鸡可能下边飞一个比较简单 但后来又上这黑鸡挺惨的 嗯 就是说不完一手之后还活不了 但当时当初也是拖先了一手的 嗯 反正鸡儿黑鸡很难打 白鸡实地占据优势 嗯 那个 就是像五小剑赢这个鸡儿就非常难 虽然白鸡也没什么鸡儿啊 但白鸡实地还是领先的 嗯 开局左边这个变化 或许是白鸡便宜了吧 嗯 这我怕他不太清楚啊 然后上面是黑鸡下的有问题 嗯 让白鸡本来不是特别厚的鸡走上 开始逼住的时候感觉还是 有点攻击白鸡的意思呢 后来让白鸡走上后市了 这跟右上后来右上这个直接有关系 而白鸡不厚也不至于黑鸡那么惨了 嗯 嗯 后边的话 反正那右上牵制着黑鸡 黑鸡 别的地方也很难 把鸡走好 嗯 因为走强硬了那 就没法打结了 嗯 后面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挺平稳的 就是白鸡也没截裁 但黑鸡 也是 没办法就是空不够 那截一直耗着也 也不也不黑鸡也不是说有无限的截裁一直耗着 嗯 嗯 转机大致是这样吧 嗯 嗯 再就是下边这可能当初如果能冲击一下白鸡应该会更好一些 就是那 这是能贴出来的 是白鸡气象要缺陷 当时它它是个大飞那个气象 嗯 那应该更好一些 嗯 是这俩的话 毕竟只是木数 对这个 外边影响比较小 嗯 嗯 好吧 那这番棋有没有别的疑问了呢 嗯 好 那摆到这儿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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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